Lora Mercier的高感凝膏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早前一聲出了很多新唇膏 款款都很漂亮 很吸引 選哪款好呢 今天我打算和大家一起試色 然後分享一下我的初步用後感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第一個是Lora Mercier的高感斷光索色唇膏 總共有10個顏色 然後我現在用102love 這個是平時高管型的唇膏 質地好像熱溶了的牛油一樣 超級好滑 我喜歡它的顏色飽和 但上嘴很舒服很輕身 不會乾 不會顯純紋 亦都不會撩起死皮 但因為裡面是有個柔光微珍珠粉末 它不是霧面 亦都不是glossy 有一種珠光或金屬光的感覺 如果我素顏我就不會用它 然後我再有一個是101號色 它會再偏玫瑰紅一點 另外它們有個大熱的顏色是103號色 這個會再粉嫩一點 會更加適合夏天 塗了103號色給大家看看 持久度方面如果不攪拌它 它是不會掉的 不會說旁邊有個框或中間起跡 但也不是完全不交換的 我這樣很大力地印刷 有刺刺的 不嚴重的 它可以說是不算太脆色 但也不是吃東西 喝水 完全不脆那種 然後下一個是Shell Tilbury 早派很多人分享 它就是Airbrush Forless家族的新成員 叫做極致柔無唇優 總共八個顏色 然後我現在用的是Walk of Notion Blur 它是一個比較偏紅一點的 我覺得是健康膚色人士去塗超級漂亮的顏色 主打就是它可以實色 亦都可以推到好開 做到一個很透的效果 我還有這個比較濃一點的 叫做Honey Blur 它是任何膚色去用都很漂亮的 它是比較cream狀的 塗上嘴會變成一個私勇的毛面 然後呢 不算好轉色的 我已經很大力了 而且它很鮮色的 它設定好之後 是沒有那麼容易脫色的 而且如果它薄茶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點像Nars的這個 它是非常自然的 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經常放在一個袋子 最喜歡它們的Dorsifita 這個顏色是極美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這個可能因為它太鮮色 基本上我都很少看到它會脫色 就算我喝水 我找個位置 這裡 它也不會脫得很厲害 有刀刀 可能旁邊這裡 是會有一點點印上去 但是我覺得以這個 這麼鮮色的顏色來說 它的表現已經很好 不會乾的 不會說很顯純紋 但是也不會說 完全看不到那種 有刀刀 不過這個呢 我也覺得是很值得去入手 這個 然後是一樣熱門的Jojo Armani 全新配方的絲絨啞亮唇釉 總共有四個顏色 我手上現在在塗的 就是214號色 也是它們主打的其中一個顏色 然後另一個就是312 兩個顏色我真的覺得 Jojo Armani他們的調色是做得非常之好 基本上任何人擦 任何國籍的人擦 都是漂亮的 這個312又是 超漂亮的 如果你曾經是有用過它們的NITMATRO 應該知道它是一個 不會說完全無感的 在上面很絲滑的 一個質感 一個存在感 但是現在的新配方 它滑了 它不是那種 霧霧絲勇感 而是變成一個很cream的感覺 它塗出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很舒服的 你會看到完全不乾 不會顯純紋 它還有會幫到修飾唇紋 所以它們一直以來都是這麼hot 是有原因的 塗上312是否很漂亮 它的貼紙是到現在這麼多支 最好塗的 最容易你完全不需要望鏡 塗完它 然後嗅一嗅唇就完成了 不需要用手推 我都覺得是沒問題的 但是它的持久度就沒有剛才那些那麼好 它都會這樣直接transfer到的 譬如喝水 今天水杯很多痕跡 你會看到旁邊也有個框 這一款它不是主打完全不脫色 就是一個叫做雲朵油霧感 它是做到的很輕身的 比起以前是更加進步了 如果你想要持久的話 就要去選擇它們最新出的這款唇膏 這款叫做輕柚牙亮唇膏 總共有10個顏色 然後8月再出多兩個顏色 我用的是112 是一個很漂亮 又是很漂亮 我很心虛 但是因為今天選擇的那些 我也是覺得很喜歡 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一個叫做玫瑰色 對 它是那種乾燥玫瑰色 又是那些大家抗拒不了的顏色 然後你健康膚色用 它都不會顯黃 不會顯黑的 我都覺得是一個日常可以好好carry 然後怎樣配搭不同的妝 它都是很百搭的顏色 因為它是霧面的一個唇膏 是會比較沒有剛才那些不乾 它不算很乾 以一個霧面的唇膏來說 它不算是會裂 跟著很慢慢緊的感覺 它沒有的是很輕的 但是它會比較顯純紋 你會看到剛才那些 你會看到那些紋理 然後它的持久度 你會看到一個分別 因為我剛剛塗了 始終它還沒有好 但是它是比起剛才那些 是好很多的 所以這個 看看還有沒有白色位 這裡邊邊 飲水的話 它有一點點 它也不是完全不脫妝的那種唇膏 但是我用起來 一天大約四至五個小時 或者是吃少許東西 不是太油的話 其實它可以保持 比起剛才第一支 我說是一個溶了的牛油 它是一個未溶的牛油 好像你碰到皮膚 立即溶化 你看到是 那一下看到嗎 它是完全不會斷 很平均這樣 滑下去 好爽啊 所以我是很喜歡它滑起來 但是它滑上嘴 是沒有手那裡那麼滑的 它有一點點絕 但是就不會很辛苦 剛剛那款是霧面唇膏 這個是有光澤的 它是Visee的 黏膜亮澤磁色唇膏 我用的顏色是BR350 它是一個比較偏裸啡色的 完全是跟剛才兩個世界 你會看到是偏薄一點的 之後是有一個光澤 比較亮面的 然後塗上嘴 它也是比較自然的 就算你沒有化妝 你用它 它都會是一個比較靚 比較近你本身的 純色的一個MLBB顏色 它不會完全遮蓋我所有的純色 因為我旁邊都比較深色 它都還會看到的 大約是遮蓋到六成左右 它說它是瑣色 又是磁色 持久 不算是很厲害的 因為它本身是比較輕透的 所以你塗下去 它會有一個亮面在這裡 我又要找個位置 它喝水是會有的 這個它塗上去是很舒服的 對 不會有很一層的在上面 它很輕的 是像塗潤唇膏 你看到塗上來 整個人很自然 好像現在這樣走上街 完全不會覺得 你今天做什麼事 化妝了 沒有這種感覺 對 學生 大家預算不高 這個我也是非常推薦的 好 下一個 因為我剛剛收到 沒有太大的用後感 我就輕輕帶過 就是RMK最新推出的 這款 顏色又是超美 所以我想把它放下來 它的色號是EX03 它的名字改得很貼切 叫做水亮透感唇油 它真的很水 它塗出來的時候很滑 之後好像在塗水彩一樣 也是很透亮 完全是寫在名字上 然後你會看到顏色 比起剛才的BR350的唇膏 會再沒有那麼高飽和度 以Nuke的顏色來說 它算是比較溫色的 所以它也不會去到人很灰的那種 你看到它也是配膚色的 只不過你可能要在妝容配合 還有這一種 它也會交換的 因為它另一面也不會很持久 完全不脫掉那種 它也會看到杯子也有一點 這個就是如果你喜歡一些比較水感 比較透薄的 但有一點點亮亮的 然後很滑很滑的質地的話 可以去張櫃試一下 我覺得它也是很舒服 還有沒有味的 去到最後呢 其實就是一些 我以前有介紹過 然後我還是覺得很喜歡 就略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還有帶出家用的一些唇膏 例如Clarins的這個 Lip Comfort Oil Intense 那個10號色 我依然是極度熱愛大愛中 因為這個 又是盲茶都可以的 它有顏色可以做到唇膏 然後是非常滋潤的 可以將你本身很乾 然後有一點點裂 很多死皮的嘴唇 你塗上去 是可以即時去舒緩到的 所以這個顏色我是超級無敵喜歡的 然後呢 另一個也是潤唇膏系列 就是我人生買過最貴最貴的潤唇膏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在我去旅行那條影片 有很快地出現過的 這個是MS的 是愛馬仕的潤唇膏 我印象了好像是過600元的 它是亮面的 然後是做到好像Dior那種 有少少變色的 它有一個很淡的粉紅色的 但是一塗的時候 好像Dior那樣 你是不覺得的 然後慢慢它會隨著你的體溫 然後再加顏色 它連那個唇膏的旁邊 都會這樣變少少顏色 看到了看到了 開始有少少粉紅色 是嗎 是有一個很深層潤唇的感覺 雖然它很貴 它也不值那麼貴 認真說 沒有可能是600多元一枝潤唇膏 有400元都是在它的牌子 但是它不會是一個中伏的產品 因為我買過它的唇膏 都是上當年第一次買 600多元 下一年它發了毛 我是很生氣的 但是這個潤唇膏 是將這種失望挽救了回來 這個如果大家可能去配貨 或者是你有朋友生日想送一個 好像會令它很開心 一個橙色小盒子又不會說 一去就去到四位數字的話 我覺得這個潤唇膏都非常之不錯 然後還有什麼唇膏呢 我是經常用 例如這個我見爸爸 他也有說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是Hourglass的 一個叫做Sahara 310號色 但是我聽爸爸說 它是極度斷貨的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我有分享過一個很漂亮的橙紅色 磚紅橙紅之間 然後你現在這樣塗 例如穿一些很夏日的牛仔元素 你塗它是很漂亮的 而且我也挺喜歡 它們另外一款圓筒型的 都是Aladax的 這個就會是1、2、5號色 這個很有趣的 它的質地是絕對融了的牛油 因為它一上手 上嘴 它已經是一個少少黏的狀態 它可以令到嘴看下去很juicy 很豐盈 然後很涼滲滲 我是很喜歡的 但是它不是無感的 它有一層好像油的東西在嘴裡 然後是極度無的交換的 這個是它的缺點 而且它是要流出來 要用 它不可以留下去 不過我都真的很喜歡它 尤其是現在 真的很想要一個超透亮 超級亮面的嘴唇 的話 我就會用它 就會帶它出門口 然後還有幾次最後 就是Make Up For Ever 它們這一款的唇膏 我都很喜歡 因為它的顏色跳得很漂亮 最漂亮的顏色 我不記得帶過來 這個是320 比較蕃茄紅的顏色 我最喜歡的是105號色 那個我放在家裡 我不捨得拿過來 因為我經常外出都會用它 如果我想吃東西 之後顏色保持得好 的話 它的持妝度是非常不錯的 就算是吃漢堡包 我試過 我真的拍片證實過 在IG那裡 是完全不會掉進包裡 才厲害的 所以如果 我那天不希望 掉色得好厲害 我很想要一個持久度 我就會帶它 而且它的105號色 實在太漂亮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唇膏 你看到我的手 已經是一塊一塊了 我要下妝洗手 我的嘴也是下了很多次 快要爛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可以有個參考 你們如果有任何問題 因為我都知道 可能是一些比較初步的用後感 大家可以留言 我們交流一下 對 唇膏片應該大家等了很久 我終於存到一個數量 可以去拍片分享 我也很喜歡唇膏 我現在就來收拾後面的一個櫃 應該看到背景有一個新的櫃 上面是有一格格 放唇膏 很期待我家裡慢慢抽到唇膏 就可以遲些希望的架 前面我收拾好 快要來一個化妝品room tour 一個化妝房room tour 好像很棒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新 和星期日更是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其實我想想放一個暑假 大家給我一點意見 你們想我完全休息 還是可能一個星期一條片 或者我狀態好的時候拍兩條片 你們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點想 因為我怕如果我完全不拍片 我不會想拍回來 即是你知道 休息就會很想休息久一點 所以八月我希望放一個暑假 但我未想到一個形式 你們告訴我好不好 拜拜